其實應該這樣講啦 我剛剛一直在偷看丁宇宮被談和記者會 我們等會會講 因為丁宇宮這事真的很精彩 我們先講童書好不好 我們先講小朋友 就是台灣在所謂的知識財產權管制上面 我覺得很奇妙 你知道我們的文化部部長李永德 之前才說是不是以後 這個對岸的書籍出版要送審 那我不知道在李永德穿拖鞋出門 會被警察盤查的這位文化部長眼中 台灣是不是都沒有文化 我們都是白癡 人家進一本簡體字翻成繁體字的書 我們就會說共產主義好棒棒 我們就被統戰了 習近平好棒棒 一下就洗腦了 那這個是不是怎麼樣 台灣人民智商都低於20嗎 所以文化部都覺得說 好 通通都要送審 那個出版法以前民進黨的先嫌先烈 不知道費了多少功夫 才把出版法解除掉 讓大家免於入罪 結果沒有想得到民進黨 我不知道李永德是不是 這些先嫌先烈在台灣爭取權益的時候 他人不在 所以他可能忽然之間回來覺得太好 我掌握權力好棒啊 我可以開始到處管制 那好你如果要用這種角度來看說 懷疑對岸來的這個小說 文化或是出版品都有可能洗腦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沒有看到 對其他國家有同樣的限制呢 講白了 北韓如果把他的國小課本送來 我兒子看了可能覺得金正恩超厲害啊 金正恩可能單手可以設下衛星那一定超棒的 有沒有撿顆石頭 然後三歲之後會開卡車 那如果你要這樣 那就普遍性的都做 我真的不能明白 像這樣子的書 現在就這麼悄悄的進入我們的食物鏈 因為小朋友讀書不挑啊 而且八年囉 八年了 而且沒有人發現 那你想想看 那我們這樣講 過去是不是民進黨有在野的時候 那怎麼沒有認真監督到這件事情呢 是不是這一間這個美國豬 他叫什麼 美國肉品在台辦公室 出口協會 那出口協會跑來台灣開辦公室幹嘛 怎麼錢沒分到我這邊 那大家怎麼那個時候都沒有監督到 要到了這個時候才會 就許甫剛好看到 我覺得這個讓人家很擔心的是 他放在一個我們沒有管制 沒辦法切入的點 那你接下來是不是會看到 這個美國如果有預算的話 那有沒有網紅就接了 這個美國豬的這個置入 有沒有 我有看到啊 有一個網紅姓陳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識 叫陳柏惟 就基本上他有講 全台灣唯一的名人只有他講 他說美國豬肉很好吃 好好吃 還想要再吃 還在蜜豬火腿 真的我絕不是騙你啦 你可能覺得我在唬爛對不對 但真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也不要打搶友智哥 他跟我一樣剛在偷聽那個記者會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知道了 現在在交代那個陳情信的來源 我跟你講 陳希那有問題 我跟你講我認識歪女好不好 我也認識啊 我訪問過歪女耶 那是我帶的記者 哎呦 糟糕了 這十大八卦都有 好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豬肉跟整個美牛的萊克多巴胺 你看所以他落實了一個問題嘛 我們講 那這個顯然不是為了美牛 也不是為了美豬 是為了萊克多巴胺啊 對不對 你說什麼牛肉 肉品 什麼進口協會 結果整個裡面 你主打的是萊克多巴胺好好吃 對我們身體好好 是非常好的補充品 看到鬼啊 你請問肉品協會 會需要宣傳添加物嗎 你用什麼添加物 干我什麼事 我消費者吃了 就沒事了 結果有哪一個 笨得跟豬一樣的肉品協會 會說不好意思 我們背後用很多藥 這個黑露肥很棒 那個萊克多巴胺很棒 超好的 神經病 我真的以為我們是豬嗎 所以他這個書發到台灣豬幼稚園 然後很多台灣豬看起來說 太好了 主人是不是能夠請我們吃這個萊克多巴胺 就不是啊 所以我們看這本書 你知道我看許甫講的時候 我才在想 不對啊 這個立足點 就是宣傳這本書的點 不是為了豬肉也不是為了牛肉 他百分之百是為了這個藥 那如果你不是為藥 你怎麼會寫那麼噁心的東西 說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 是很好的補品 那你可以講這是一種添加物嘛 那怎麼會反而從添加物變成主角 我覺得背後真的有藥商在運作啦 不要太天真覺得那個什麼 肉品淨孔辦公室真的就是什麼肉品協會 它很有可能是藥商在背後運作 那如果是藥商的話 那就明白了嘛 為什麼什麼東西都可以標 美國也可以標 加拿大也可以標 就台灣不能標萊克多巴胺 那講白了 可是現在其實 美國跟加拿大也越來越少用 萊克多巴胺的廠了 就是那些養豬廠越來越少用 因為大家都想吃有機的啊 那你為什麼硬要做這種添加物 那對照回8年前 你就知道 也許背後運作跟遊說的人 並不是我們以為的是什麼農業協會 或是肉商 而是那個好好吃的營養補充品 那但是我個人覺得那書蠻變態的 就是爸爸跟全家人講說 我們都要被吃了 但我們過得很幸福 這到底什麼鳥故事啊 這是美國恐怖故事嗎 這個我覺得這個超太遠的不行 不過我聽起來 我真的覺得越聽越毛骨悚然 就是說是美好的童話故事書 結果裡面包藏的就是萊克多巴胺 那我要講的是像這樣的書有多少 現在被許甫歪打正著翻出來了 那有多少呢 而且已經8年過去了 其實將灌輸下一代 對嗎 可以嗎 政府可以放任嗎 可是目前看來政府是渾然不絕吧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政府問題就在於 他不不好好做事 但是呢 卻好好的去宣傳他做的事 就是我覺得 你這句話講得好 真的 真話讚 謝謝感恩 終於被學衡稱讚一下 不是在講叩叩姐嗎 我現在沒有要提夠減自己提的 真的 今天錄的我全身都是汗 也不會不會 這樣減肥 現在的政府真的只是在宣傳自己的事 根本沒有在做對事 你看一路上 所有的東西都跟這本童書一樣 你從以反中情緒去中國化 一路都從教育去下手 2012年其實也是馬英九執政 一路放任這樣子的教育方法出來 然後去修正 去妥協美國承受的壓力 所以你說這個從小洗腦 那麼有網友說長大就對來記不排斥 就絕對是啊 就不是跟現在的年輕人一樣嗎 你把所有的去中國化 伸直在他腦袋裡面 告訴你只有台灣是棒的 不是說這樣子的現象不好 因為認同台灣價值 認同台灣本土那是對的 但是不是only one 不是告訴他只有這個方向 可是這些童書跟教科書 修的每次都是沒有任何的選項 我只告訴你這個方向 但其他的更寬更廣 應該去注意的他不告訴你 他只告訴你說中國好可惡 極權政治好可惡 其他沒了 但是他有沒有告訴你極權的來龍去脈 跟以前的發展 未來的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不告訴你 他只想帶給你一個情緒 萊克多巴胺這個不是也是這樣子嗎 他只想告訴你他好棒棒 他不告訴你說 其他有沒有什麼狀況什麼症狀 在市場上我們應該要做什麼樣的防範 爸爸媽媽應該告訴小朋友沒有 在這些童書上面他只告訴你一個one way 這就是我們現在可怕的地方 所有政府只是在屈就於極大的政治壓力 或者是國際壓力 美國要你寫什麼要你教我們人民什麼 他只告訴你這個只教你這個 然後呢就用媒體的渲染力跟嗜血性 只告訴你這個部分 然後鋪天蓋地的說萊克多巴胺很棒棒 千萬不要說這些小朋友 你相不相信 你到街上只要碰到支持蔡英文的 我現在不論我不是故意用色彩來論述這樣事情 他們一定會告訴你 萊克多巴胺有這麼要緊 你覺得他們是小孩子嗎 不是耶 他們是成年人 可是鋪天蓋地的這樣子影響 他們選擇偏聽 他只聽這個部分的 對啊 33塊排骨吃完才有出事 我自小人到大人 怎麼可能還會吃33塊 所以就開始在那邊鋪天蓋地 可是他沒有告訴你 哪怕是一塊一點點 哪怕是8ppm 7ppm在10以下 都有可能殘留 在你的人體 5天8天10天我不知道 也許3個小時2個小時 可是不要出現一個誘發點 如果一個誘發點 那個東西可能就發作了 他有沒有告訴你 他不告訴你 所以我們現在的教育 這些妥協政府的妥協 太可怕的是 我們只福音 美國 你告訴我們什麼要做什麼 我政府想要告訴你什麼就是什麼 有沒有人再去更廣的去聽 學衡 千惠 大家去論述 甚至專家 那反而是什麼 專家被打死 對 想要告訴你 這個同書以外的東西的 應該政府要鼓勵說 你同書之外再去看別的東西 但是就算你去看 蘇偉說我就把你打死 你去看楊智良 我把你打死 你只要替 跟我們不同方向講話 我就把你打死 所以我要出去看楊智良 我想說不見啦 我要看蘇偉說 蘇偉說也不見啦 全部趴在沙灘上 所以這些人反政府嘛 所以我們這些人 所有的東西都沒有辦法 請問千惠 有幾個像許甫 知識分子 願意反思 還願意留到八年後 五年後 慢慢的去想說 等我女兒出事 我要告訴他這件事情 不會啦 等等等等 但是剛好最近去拿到 剛好 也沒想那麼遠 也沒想那麼遠 我們把歌頌太偉大了 發言人會不高興 到時候 發言人 發言人會不高興 到時候柯文哲又出來 沒有啦 許甫就是個歪打正著啦 然後就不 你們對他定位很低耶 難道我不能學 民進黨政府把許甫講到 可以設同像嗎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 在中天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請問更強大 應該會委託一下